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除此之外 他身边还有一张女人的照片 思考片刻 男人便开始用石头砸手上的金属装置 但这时 三个路过此地的赏金猎人突然出现 他们看到男人手上有像铁环一样的东西 便以为他是在逃的暗犯 于是他们想将男人带走灵赏 只是他们低估了男人的实力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男人就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三人 之后 示意的男人穿戴整旗 带着三人的小猎犬来到了附近的忏悔镇 在这里 一位好心的牧师帮他缝合了伤口 他也帮大家教训了养牛厂财主的儿子薄熙 这让一直放肆惯了的薄熙试图开枪恐吓他 结果却误伤了镇上的一名议员 警长很快便闻讯赶来 逮捕了惹事的薄熙 而男人则来到酒馆喝酒 这时 早在一旁默默观察的艾拉前来搭讪 他好奇地询问男人手上金属环的来历 但这时 警长却带人走进了酒馆 并告诉这个失忆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杰克 是一名通缉犯 之后 杰克也从警长那里得知了自己被通缉的原因 原来 杰克上周带人抢劫了一批货物 他还被指控谋杀了照片上名为爱丽丝的妓女 但杰克还没来得及细想 他就被带上了马车 警长准备将他与薄熙一起交给联邦警察 而这时 艾拉突然出现在球车旁 他希望知道杰克从哪里来 只是失忆的杰克并没能给他答案 一旁的警探也示意艾拉离开 但就在警长带着部队准备出发时 薄熙的父亲海德带人前来阻拦 海德还认出了之前抢走他金子的杰克 于是 他向警长索要球车上的两人 但警长还是坚持依法办事 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远方突然闪起了诡异的亮光 随着光源逐渐靠近 杰克手上的金属装置也随之启动 紧接着 亮光又变成了飞行器 向小镇发起了攻击 整个小镇瞬间就陷入了一片火海 四散奔逃的群众也被飞行器抓走 而这时 杰克发现 他手上的金属装置竟然是一件武器 于是 他将球车轰出了一个洞 然后又利用这件神秘的武器击落了一架飞行器 小镇顿时恢复了平静 杰克与海德则小心地前去探查 结果却发现 驾驶舱内空无一物 而这时 旁边的木屋内响起了女人的尖叫声 一阵枪响之后 海德的手下发现 有个怪物正朝着飞行器返回的方向逃窜 而海德明白 只有杰克手上的武器才能与那些怪物抗衡 于是 海德希望杰克能与他们一起追踪怪物 只是杰克并无此意 他还是独自离开了小镇 第二天 海德组织镇上的人手 准备救回自己的儿子 还有那些被抓走的居民 而杰克则来到了一间小木屋 看着熟悉的一切 他记忆中的碎片开始闪回 原来 爱丽丝是杰克的爱人 他在得知杰克抢了海德的金子后 便要求杰克归还这些血腥钱 但就在杰克反对时 桌上的金币突然抖动起来 并迅速融化 紧接着 外星飞行器就抓走了爱丽丝 看着木屋上破损的大洞 杰克意识到 自己必须找到这些外星人 于是 他很快便加入了海德的队伍 准备与大家一起追踪那个怪物 晚上 众人在平框的土地上 发现了一艘被掀翻的克伦 因为周围500英里都没有一条河流 这诡异的一幕让大家有些害怕 但为了避雨 他们还是躲了进去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那个怪物也在船内 海德的几名手下很快就领了便当 警长的外孙吉米听到动静前去查看 结果却与外星人正面相遇 外星人似乎对吉米十分好奇 他伸出了隐藏在胸前的触手 尝试抚摸吉米的脸颊 感到的牧师见状连忙向外星人开枪 但外星人却一跃而起 刺穿了牧师的胸膛 而这时 杰克与艾拉也纹身前来 外星人看到了杰克手上的武器 便立马逃出了船舱 只是牧师已经伤得很重 他很快就在杰克面前死去 第二天 剩余的一行人继续上路 海德为了鼓励害怕的吉米 便利用自己的经历 教导他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而海德的手下 此时也发现了外星人的踪迹 于是 一行人又追了上去 但他们在路上意外遭遇了抢劫 而这帮劫匪却认出了杰克 秉称杰克是他们的老大 虽然杰克完全想不起来 但他还是想利用这些人手 帮他追击外星人 接着 杰克一行人就来到了对方的营地 但星头领却对杰克愤怒不已 他狠狠教训了杰克 并询问杰克金子的下落 原来杰克为了给爱丽丝更好的生活 而私吞了抢来的金子 然后脱离了组织 而星头领又将艾拉当成了爱丽丝 准备立刻杀了他 好在杰克手上的武器突然启动 帮他成功解决了星头领 众人看到了武器的威力 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让杰克一行人得以逃脱 但这帮劫匪还是追了上来 而这时外星飞行器突然出现 他们又开始肆意抓捕人类 局势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 艾拉也被外星飞行器抓走 杰克为了救下艾拉 冒险跳上了飞行器 并用武器将飞行器击落 坠入河中的两人很快就爬到了岸边 但外星人却突然从水中出现 他一下就击飞了艾拉 虽然杰克立马用武器杀死了他 但艾拉由于攻击已经身受重伤 当杰克抱着他与众人会合时 艾拉已经死去 这让杰克绝望不已 而这时 印第安人突然出现 并将杰克一行人当作俘虏带回了营地 艾拉则被他们扔入了火堆 但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火苗瞬间舞动了起来 紧接着 艾拉便赤身裸体地从烈焰中走了出来 他告诉杰克 他来自另一个世界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 原来那些外星人来地球就是想要获取精子 他们抓走人类 其实是为了研究人类的弱点 而且这些外星人只是侦察兵 如果他们返回 就会带来更多增援 那时候 人类将被全部消灭 艾拉的族人就是这么被灭绝的 所以艾拉希望大家能共同对抗外星人 而现在 只有杰克才知道外星飞船的位置 于是 印第安人决定帮助杰克恢复记忆 通过印第安人喂下的药汁 杰克也渐渐想起了一切 原来 他和爱丽丝都被外星人抓到了飞船内 外星人先对爱丽丝进行了人体实验 然后又销毁了他 而杰克则通过反抗划伤了外星人 并带上了外星人的武器 接着他又一路逃出了飞船 这段重新找回的记忆 最终让一行人成功找到了外星人开采金矿的地点 但飞船周围有飞行器巡逻 无奈之下 杰克再次折返 他找到了曾经的手下 并以待他们发财为由 说服他们一起对抗外星人 之后 按照计划 一行人来到了外星飞船的外围 印第安人负责在高处狙击 杰克则带人爬上飞船 将炸药扔了进去 希望以此引蛇出洞 剧烈的爆炸果然惹恼了外星人 他们迅速反击并冲出飞船 准备击杀这些不值一提的人类 面对强大的敌人 人类明显落于下风 但他们还是决定冒死迎战 为杰克与埃拉争取时间 好让两人偷偷潜入飞船内部 救出被外星人绑架的人类 而杰克与埃拉也不负众望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被抓的小镇居民 埃拉则连忙击碎了外星人 用于催眠人类的光源 众人也逐渐恢复了神志 接着在杰克的掩护下 埃拉开始释放被囚禁的居民 并成功护送他们离开了飞船 杰克也利用武器 解决了前来查看的外星人 另一边 在高地上观战的吉米 看着大人们接连的牺牲恐惧不已 更要命的是 犬废身又引来了外星人 于是吉米连忙找了个洞穴躲了起来 但外星人还是发现了他 并准备利用胸前的触手将吉米拉出来 眼尖自己就要被怪物拖出洞穴 吉米随即拿出匕首 刺向了怪物暴露的内脏 怪物则应声倒地 成功被吉米杀死 与此同时 埃拉并不愿意离开飞船 他告诉杰克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摧毁飞船 接着埃拉还帮助杰克 取下了手上的金属装置 并将金属装置设置成了炸弹 而杰克也决定与埃拉一起前往内核 炸毁飞船 但埃拉却与杰克告别 然后关闭了入口 只是杰克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就遭到了外星人的攻击 并最终被其俘虏 而杰克眼前的怪物 正是之前被他攻击过的外星人 对方愤怒地准备报复杰克 好在关键时刻 海德及时赶到 救下了被困的杰克 两人互相配合 最终成功击毁了提炼黄金的装置 用滚烫的黄金杀死了这个外星人 而这时 飞船突然启动 并开始慢慢升起 杰克与海德则在最后一刻 成功逃离了飞船 就在飞船离开地面 加速逃离地球时 艾拉也找到了飞船的核心所在 于是他引爆了金属装置 升到半空的飞船 随即便在众人的目光中 炸成了碎片 最终 被救出的居民 成功与家人团聚 警长则决定放走杰克 海德也对杰克的帮助感激不已 而杰克则策马上路 再次踏上了未知的旅程